我叫张月缺,其实我出生的时候是满月,但是师父说月满则亏。 我那不靠谱的师父是不周山玄珍道人。 师父说我已经满十八了,是时候独立了,然后扭头就回了不周山。 我服得痛哭,师父啊,你好歹给我留下晚饭钱啊。 为了吃饭,我在网上接了个委托,捉拿今日虚实四克加十德拍卖会上的鬼物,三日内送至京郊王家大宅。 赏金五百万,我迅速地打开拍卖行的直播间,健保我是真的不行,看了一会儿,我就饿得昏昏欲睡。 09号标的,唐英至清柳禅之莲文平,由乾隆时期的官瑶厂都唐英亲至,起拍价0.8亿RMB,我眼前一亮,来了。 这古董的瓶口泛着微微红光,飘着屡屡死气。 唐先生出嫁1.88亿,有人要加嫁吗?一个黑灰色西装的年轻男人出现在镜头前。 唐林泽是豪门唐氏集团的继承人,除了钱,唐林泽还继承了他那影后妈妈的眼。 他本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,但依旧是万千少女的梦想。 恭喜唐林泽先生以1.88亿竞得09号标的,抬手发了个弹幕,可惜了这好看的皮囊,过几天就要被吃掉了。 唐林泽轻挑了下眉,唇角微钩,是想引起我的注意才这么说的吗?其实他得七天才会死。 但他要是三天不来,死的就是我了,我会饿死啊。 第三天晚上,在我饿的前胸贴后背,犹豫要不要出门乞讨时,唐林泽来了。 唐林泽助理对着镜头傲慢地说,张小姐,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吧? 我瞥了他一眼,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,唐林泽拿过手机,张小姐冒犯了。 我想问问你,那天说的红衣入梦,三日必死,是什么意思? 你这两天睡觉的时候,是不是都有一个红衣美女对你清解罗长? 唐林泽轻咳一声,你是怎么知道的?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本命年睡衣,可,衣服不重要,你这两天是不是每次醒来都觉得浑身无力? 唐林泽轻点了下头,这梦很奇怪,每次做梦我都觉得喘不过气。 我说,这可不是做梦,压你身上的是红衣,哭谷女,她在吸你的精气,我盯着唐林泽的脸。 你耳后是不是有一道红衣,那是哭谷女要包皮的位置。 等她吸够了精气,就会把你的皮扒下来,唐林泽的助理倒吸一口冷气。 大佬,真的有道红衣,唐林泽却扑吃笑出声,这是我昨天抱小白的时候被抓的。 小白是我养的猫,说完还把猫抱了过来。 唐林泽摸着手里的猫,看来真是故弄玄虚啊,那就不奉陪了,说着就要下线。 慢着。 我可以让你在梦中醒过来见到她,我给她画了个退眼符,把这个打印出来,放你枕头下面,梦眼的时候随时可以醒来。 她盯了我一会儿,挑眉一笑,行啊,反正无聊。 不过我要是没见到这鬼,你死定了,笑容一收,就下线了。 唐林泽不知不觉地睡着了,她感觉脸上有良意,一睁眼,又看见了那个红衣女子。 她以为在做梦,又闭上了眼。 那女子伸手解了自己的衣裙,趴到她身上,公子,奴家美不美,说着,红唇就要贴她嘴上。 一股寒气袭来,唐林泽猛地睁眼,抬手掐了自己一把。 吊! 午夜十二点,我被手机吵醒。 那头传来唐林泽惊慌失措的声音,张月缺。 救命,我打了个哈欠,看见什么了? 她的声音很闷,红,红衣女鬼。 她对着我吹气,你该不会在被子里吧? 打开摄像头我看看,是,是啊,不是说鬼不会抓被子里的人吗? 她打开了摄像头,一张发青的脸,张着血红的嘴巴出现在她面前。 哎呀呀呀,我不厚道地笑了,她可不是什么正经鬼。 我抬手在屏幕上画了个定身符,把屏幕对着她,成功了。 她不动了,赶紧跑呀,这个最多坚持三分钟。 我马上就到,好在我这郊区离她的别墅不算远。 骑电驴也就十来分钟,希望她争气一点,撑到我过去。 唐林泽下了楼跑得飞快,眼看着快要到大门口,结果脚下一滑,摔在地上,枯骨女追了上来。 她手脚并用,惊恐地后退。 枯骨女栖身向前,刚枯的手就要掐上唐林泽的脖子。 我刚停下就看见闭眼等死的唐林泽,隔着栅栏丢了枚铜钱过去。 枯骨女吃痛松开了手,朝我扑来。 我反手掏出定身符,一掌拍她脑门上。 她顿了一秒,又攻上来。 干! 师父又贪小便宜买到假猪鲨了。 我忍痛咬破手指,在空中画了一道定身符,这要不是为了交货,直接一道雷符给压披了。 太上斥令,定耳身形,急急如律令,搞定。 我拍拍手,翻墙进去推了推唐林泽,晕了。 我在思考给富豪做人工呼吸是什么价位。 刚俯身下去,唐林泽疏地睁眼。 你做咩啊,我摸了摸鼻子,给你补点阳气,她半信半疑地做起。 那枯骨女是怎么回事,正打算用我的专业知识征服她。 枯骨咕咕咕咕,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。 可,要我帮你可以,得先请我吃顿饭,我已经没力气装高身了。 带着枯骨女进了唐林泽的别墅,进门就看见那一点八八亿, 不知此刻使我眼红,还是瓶口红光更红。 一小时后,我满足地摸了摸肚子,你看。 我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了,跟你要点酬劳不过分吧。 唐林泽点头,一千万够吗? 一千万啊,千不留一,那我还有一万。 这学期的学费又着落了。 我走到花瓶前面,介意我砸了它吗? 唐林泽一步跨过来。 不可以,这花瓶比你命重要。 唐林泽抿了抿唇,实不相瞒。 唐英是我家老祖宗,这个清柳禅之莲文凭, 是老祖宗生前最后一个作品。 他老人家身故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回它。 这里面有枯骨女的骨头,得想办法拿出来。 枯骨女本是人,生前遭受了残酷的虐待。 死后怨气不散,就成了厉鬼, 专挑好看的男人西洋气, 七天后就会把人皮包下来吃掉。 唐林泽嘴角抽了抽,又问, 那他为何会藏在我祖宗的花瓶里? 他死的时候,花瓶应该就在他身边。 唐林泽若有所思, 这花瓶是在南海的沉船中打捞上来的。 难道枯骨女当时也在戈德马尔森号上? 他忽然瞪大双眼。 小心身后,枯骨女身上忽然飞出几道残影, 朝我冲来。 我去,怎么有这么多怨灵? 一,二,九,九支,手里没有现成的符, 只能先就地画个圈把我俩护在里面。 我用生平最快速度画了八张副灵符, 到第九章的时候,门忽然被打开。 大佬,你没事,爸? 啊,鬼啊,我飞快地打出八张副灵符, 但还是晚了一步, 最后一只钻进了助理的眉心。 不是让你把人都撤走了吗? 我瞪着唐林泽。 他苦笑,我是让他们都走了, 陈助理应该是偷偷地溜回来的。 他不是我的人,我。 哦,豪门恩怨吗? 我懂,那他具体是谁的人。 你叔叔伯伯? 爸爸爷爷,修道之人也这么八卦吗? 他逆了我一眼。 我一个哈哈,人之常情,人之常情。 我俩齐齐地盯着地上的助理, 一刻钟后,他悠悠地转省, 眼面而泣,英英英,我不干净了。 我上了一个男人,对上唐林泽的满眼疑惑。 我,啊,这,你可以理解为鬼上身, 就是这鬼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 我走过去,他警惕地看着我,往后缩了缩。 姑娘,你别怕,我不打你。 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?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你叫什么名字? 崔秀秀,你多大了,九岁,还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吗? 他忽然惊恐地抱住脑袋,不停地后退。 我抬手附在他头顶上,已无神魂,入耳过网。 近,我睁眼的时候,发现自己双手背负,躺在一堆枯草上。 耳边传来阵阵哭声,周围都是被绑的年轻女子,最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。 地面在摇晃,我猜是在船上。 别吵了,两个凶神恶煞的外国人推门进来,女孩们立马噤声。 他们拖走了三个女孩。 不到半个时辰,他们就被丢回来了。 他们脸色苍白,目光呆滞,手腕上都有一道血口子。 边上的女孩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 血血,好多好多血,有人泡在血里,过度地惊吓,让他们话都说不完整。 我猜想又是哪个傻子想长生不老,听说泡上女血可以延年益寿,所以才抓了这些女孩。 但这种到家叛徒创的邪术,外国人又是如何得知的? 泡血里那个人又是谁? 接下来的几天,不断地有女孩被抓去放血。 第四天终于到我了。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木桶,里面涌动着暗红色的血液,一股浓烈的血腥味迎面扑来。 我看着泡在鞋里的那个人,面色惨白,只剩一口气的样子。 一愣神,利刃就划开了我的手臂,虽然不是我的身体,但那一刻想刀人的心,达到了顶峰。 我被丢回舱底的时候,听见绿衣女孩对其他人说,我们要想办法逃走,这是在大海上,我们逃不掉的,小一点的女孩开始哭泣。 那我们是注定要死了吗?大家都沉默了一阵子。 红衣女孩忽然开口,就是死,也要拉这些红毛鬼垫背。 女孩们先是一愣,而后忽然变得坚定。 当天夜里,她们开始实施计划。 最小的女孩假装肚子疼,躺在地上哀哟哀哟地叫唤。 门口看守的人走了进来,她蹲地上查看的时候,一个花瓶砸向她的后脑。 女孩们一个接一个,悄悄地走出舱底。 终于找到备用小船了,正准备解开绳索时,被发现了。 红毛鬼抓住红衣女孩的头发,把她拉到甲板上, 抬起枪杆子指着其他女孩,逼着她们缩到角落里。 四个红毛鬼,当着她们的面,撕开红衣女孩的衣服。 看着被凌辱的同伴,女孩们一个个吓得脸色苍白。 红衣女孩被砍掉手脚,做成人质,塞到了巨大的花瓶里。 剩下的姑娘被关回了舱底。 女孩们睡着了做噩梦,醒来了就被放血,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 既然都是死,不如拉她们同归于尽,她们捡起油灯,点燃了自己身下的稻草。 火光里是一张张稚嫩又坚毅的脸。 看完这一切的我寒毛直立,他们那么努力地想要活下来,最终还是没逃过。 直到唐林泽推了我一把,这才回过神来。 我和他简单地说了下我看到的,对于邪术的施展过程,一笔带过。 他大为震惊。 泡血水的那个人究竟是谁? 荷兰人为什么会带他上船? 唐林泽打断我的思考。 哥德马尔森号是荷兰人与清朝来往的商船。 1984年被英国海盗麦克打捞上来,他把打捞上来的古董偷运到国外去卖。 近几年才被海外华人卖了一些回来,我祖宗的清柳禅之莲文平就在其中。 沉船的时间大概是乾隆十七年,也就是说这惨案差不多发生在二百三十年前。 我叹了口气,太过久远了,无从查证啊,唐林泽挑眉,可能有点难,但不是全无办法。 他掏出手机,打开搜索栏。 乾隆年间的航运管制还挺严的,十个大活人和一批官窑瓷器。 要想蒙混过关,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 看这里,胡宝,满洲乡白旗人,于乾隆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一年间,任曹运总督。 期间,做诗茶官窑诗妾时,夺官,仍留任。 我扣了扣桌子,官都罢了还留任。 看来这其中有内情啊,根据我祖上的手稿记载, 乾隆十七年,确实丢过一批官窑瓷器,我祖宗也被追责。 看来,这位曹运总督,和我祖宗一样,都是被这件事牵连的。 唐林泽忽然看着我,我想到一个人,他或许知道一些。 上车,我们现在去找他,我用乾坤兜收了枯骨女和怨灵,打晕了助理。 路上唐林泽解释说,我这个朋友祖上就是满洲乡白旗人,没准和这个胡宝有关联。 下车后,我看着眼前的高门大户,一拍大腿,哎呀,差点忘了要交差。 我们站在王家大宅前面,唐林泽给他朋友打了电话。 三分钟后,门口多了个打着哈欠顶着鸡窝头的男生。 唐林泽,你是不有病,你看看现在几点了,他一路骂骂咧咧地把我们带进去。 唐林泽没有把今晚的遭遇告诉他,只说有很重要的忙需要他帮,这傻小子居然也没多问。 他把我们带到书房,搬出了一摞家族史册。 半个小时后,找到了,你们说的这位曹运总督,得算是我的半个祖宗呢? 根据王旭家族谱的记载,王家的首位家主王勇渝,是胡宝的义子。 看到背面的画像时,我愣住了,这王勇渝和那个炮鞋里的人非常相似。 是同一个人,还是有血缘关系?敲门声打断我的思考。 推门进来的是保姆,他身后的轮椅里坐着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。 老人的声音沙哑,阿旭,这么晚了还在书房啊,这些是你朋友,王旭连忙走上前,爷爷您还没休息呢? 我朋友找我有点事,老人家看起来不太好,枯瘦蜡黄,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。 但奇怪的是,我并没有看到死气。 他朝我看了一眼,又看了看我手里的乾坤痘。 对王旭说,忙完了就早点睡吧,说完就让保姆推他走了。 我们正准备坐回去接着番族谱,灯忽然灭了,四周陷入一片黑暗。 唐林泽一下跳起抱住我,有鬼,王旭哈哈大笑,边笑边捶桌子,唐林泽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,神他妈有鬼,哈哈哈哈,滑的一下,窗户自己打开了。 王旭的笑卡在了喉咙里,隔,应该是风吹的,隔,他边打隔一耳边走过去关窗。 别动,我叫住他。 王旭有些不耐烦,你俩干嘛呢?一惊一乍的,不就是停个电吗? 他静止走到窗边去查看。 探出半个身子往楼下看了看,没人啊,都说了是风,忽然感觉有东西滴到脖子上,他伸手摸了一把。 血,王旭惊恐地抬头向上看去,一张比墙还白的脸正看着他笑,嘴角低下的血正要落下。 仆街啊,有鬼,有鬼,他尖叫着跑到我们身后。 我看了眼道挂着的鬼脸,搓了搓手。 看样子这就是师父说的活尸了。 以道家太阴之法,人为的将普通的尸体炼成僵尸,以鲜血喂养,七七四十九日后,集成活尸。 没想到会碰到这东西,我可没带糯米黑狗屑啊。 我一个人还好说,关键这里还有两个脱油瓶。 他爬进来了,我赶紧贴了脸西服在身上。 我们撒缩在墙角大气都不敢出。 他凑到王旭面前,张开大嘴。 露出了尖牙,这下可把王旭给吓尿了。 一股子稍微直冲天灵盖。 忍不了了,我掏出一串五地钱,塞到活尸嘴里,一脚给他踹开了。 我捏着鼻子冲王旭道,兄弟,你上火了,活尸挣扎了一下,又要爬起。 我抬眼扫到桌上有个玻璃瓶,灵光一闪。 目光从两人下半身掠过,你们的真操还在吗? 两人巨石一愣,王旭反应过来,瞪着我,美好气道,谁二十好几了,还是童子姬呀? 说完他看了眼唐林泽。 唐林泽没说话,耳阔却越来越红。 王旭挑眉上下看他,不会吧,不会吧,你居然真的是童子,活尸恢复了,他张牙舞爪地扑过来。 我掏出天蓬池打在他脑门上,他退了两步,又要上前。 唐林泽小声道,我,我是,什么,我没听清。 他闭了闭眼大声道,我还是处男,四周忽然安静了。 道也,不用这么大声。 我安慰他,都说贞洁是男人最好的嫁妆,抬起你高傲的头,说完反手丢了玻璃瓶给他。 尿里面,连忙接着应对扑来的活尸。 这东西,手脚都被打断了,还想来咬我。 结果玻璃瓶,直接往他大嘴里倒。 刺啦刺啦一阵声响过后,活尸化成了一堆烂泥,可累死我了。 三人坐地上喘了惠儿气。 王旭先出声,谁跟我解释解释。 这是怎么回事,他指着唐林泽,你,三更半夜带个男无老,来我家捉鬼。 唐林泽只好把这几天遇到的事,都跟他说了一遍。 王旭拧着眉头,所以你们是怀疑,枯骨女那事和我家祖上有关联。 我俩齐齐地点头。 可是我们王家从清末开始就世代行商,百来年也没出过什么怪事啊。 我掏出手机点开网站,给他看了那条五百万的悬赏。 他摇摇头,这可不是我发的,我爸妈又不在家,总不能是我爷爷发的吧。 话音刚落,门被打开了,黑漆漆的,看不见是谁,直到听见轮椅的咕噜声。 爷爷,老人沙哑的声音传来,是我,他顿了顿,那个悬赏,是我发布的,我点亮了手机灯。 老人刚好看向我,灯光映到他眼里,有些诡异。 他扯出一个僵硬的笑容,小姑娘,钱我会给你,把枯骨女给我吧,我颠了颠乾坤兜,自然是要给你的。 但是我有几个问题,想请教你。 哥德马尔森号上面那个清朝人,是谁,老人叹了口气,似是开始回忆。 那人,是雍正的皇长子,爱新觉罗,红石。 我疑惑到,红石不是二十四岁就死了吗? 老人点头,有一位得道高人,说他命不该绝,当场给他施了法。 把他的魂魄留在了体内,高人说须以少女穴维持他肉体不符。 八王爷和胡宝找了荷兰人的商船,表面上是偷运官窑瓷器,真正运的其实是红石。 谁能想到,船居然沉了,老人面露悲痛。 我又问,红石和你们王家是什么关系? 他的眼里闪过一丝不自然,祖上王永渝,其实是红石的私生子。 红石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有一个妇人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,和一块红石的玉佩,交给了胡宝,说是红石的孩子。 前几日祖宗给我托梦,说找到枯骨女就能找到红石,又提示我,枯骨女会在拍卖会上。 我觉得自己也没几天了,得完成祖宗的嘱托呀,我点点头,他朝我伸出手,把枯骨女给我吧,我左手提着乾坤都准备递给他,右手举起天蓬池,猛地拍向他的脑袋。 可恶,居然被躲过去了,王旭大叫,你疯了吗?干嘛咋我爷爷,说着就要挡到老头身前。 我一脚给他踹开,他才不是你爷爷?你爷早死了,我指着老头,我说得对吧,王永渝,老头露出他的假牙笑了,玄真道人的徒弟,果然不好骗,我嫌弃地看着他, 你居然占用自己后代的身体,可真是个好祖宗,他摇摇头,我游荡了两百多年,三年前才找到契机进入这具身体,料想他是活够了的。 把枯骨女给我,我放你们一条生路,我舔了舔唇,行,最后一个问题,你拿枯骨女是为了什么?他呼得神色哀气? 我的父亲,为人正直,善良仁慈,我不信他就这么死了。 则,装什么大孝子,我把乾坤带拉开一个口子,照出一只怨灵。 你给这老头说说,血池里那人死没死,小院灵网墙脚缩了缩,传沉了之后,所有人都沉到了海底,尸体被鱼吃得七七八八,骨头渣都不一定有,哪还有活人,说完小心翼翼地看了眼老头。 我抬起眼皮看向王永瑜,节哀吧,这老头本来是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。 下一秒,忽然站起朝我扑来,我连退三步,冲他做了个鬼脸,哼,就知道你是装的。 略略略,他怒目圆瞪,估计想把我串成串的心都有了。 把哭谷女给我,我咧嘴一笑,给你可以,但我这个人就喜欢刨根问底。 告诉我,你拿哭谷女到底想干什么,王永瑜也不装了。 我父王明明是雍正的皇长子,结果死后居然连个封号后没有。 同是爱心绝罗家的孩子,我却只能流落在外,饱受欺凌。 我不服,我要改写这一切,我黑人万号脸,怎么改? 两百多年过去了,你爷爷的坟头草都比你粗了,他轻蔑地哼笑,我自有高人指点。 用不着你个黄毛丫头操心,我扎扎嘴,行吧,随后掏出二维码,加上手续费一共五百万零五千。 老头指着王绪,给他,王绪付完钱回过未来,不对啊,他又不是我爷爷。 我捏着鼻子,拍拍他的肩,不是谁都有机会,能见到自己的八倍祖宗,好好珍惜。 说完我把乾坤带往地上一放,拉着唐林泽就跑。 跑出大门,唐林泽忽然停下,王绪还在里面呢,我喘着粗气回他。 死不了,老头再坏,也不能让自己断子绝孙啊,又跑了一礼的,唐林泽问我,你就这么把枯骨女给他了,我露出一个悲伤的笑,我把小仙女给他了,然后从怀里掏出另一个乾坤袋晃了晃。 为了救你们,我牺牲了小仙女,你们可得报答我呀,屋里的王勇于拿起乾坤袋,仰天大笑,这天下,终究是要回到我手里的,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,怎么都喜欢住半山腰上。 累死我了,真该听师父的去练练金刚宫,才跑了三里路,我就不行了。 我插着腰喘气,唐林泽倒是一副很轻松的样子,哥们,平时没少锻炼吧,他挑了挑眉,没时间健身的人,总有时间看病,我呵呵,一笑,是,健身达人逃跑的时候格外快,唐林泽翘起的唇角瞬间塌下,等等,前面有东西,路边的树丛里传出声响。 一只活尸咔咔地转着他的脖子走到路中间,紧接着又爬出十几只,把我们包围了。 我拍拍唐林泽的肩,完了,逃跑的机会也没了,我举起天蓬尺,奋力地敲爆了第一只活尸的脑壳。 这玩意儿没有知觉,顶着半个烂脑袋还扑过来,这样下去肯定护不了唐林泽。 我掏出乾坤袋往空中一抛,姑娘们,报恩的时候到了,怨灵和哭骨女缠住了十只,剩下的三只把唐林泽包围了。 我掏出雷火符,获得之精,五雷之神,轰雷撤电,走火行风。 急急如律令,一道雷光披在最前面的活尸头上,蓝色火焰随即蔓延到他身上。 唐林泽震惊,有这好东西,为啥早不用?我一手撑在他肩上,飞起一脚,踹在活尸脑袋上。 我只有三张,一张一千八百,要不是你的命值钱,我才不会轻易地拿出来。 王旭和王勇渝匆匆地赶来。 你居然敢骗我,他冷冷地一笑,还好我早有埋伏。 我呵呵,那你还怪机灵的,又敲爆了一个脑壳,手都抹了。 哭骨女,把他们集中在一起,我从怀里掏出一把粉末撒向活尸群,火速地掏了张雷火符丢过去。 轰的一声,火焰把活尸群吞没。 王勇渝想扑过来掐我,你这个妖女,你居然烧了我的士兵,我掐死你。 唐林则挡在我前面,牵住了她的手。 直到被带上警车,老头还在喊,我是爱心觉罗家的皇子,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,我凑到他身边。 你凭什么觉得,一个玉佩就能证明你是红石的儿子呢? 看到他一脸不可置信,然后陷入自我怀疑。 我笑了笑,目送他上了警车。 事与不是,有何重要? 历史永远无法改写,不如放下执念。 王勇跑到我身后,妹妹,刚刚那是什么杀伤性武器,给我见识见识呗,我比了个一,一万。 好说,他立马赚了钱过来。 其实,我想说一千,毕竟只是一把面粉。 收一万还是有点害羞的。 感觉有东西在扯我的裤腿,低头一看,小仙女。 你回来了,我赶紧抱起他来。 对不起啊,当时情况紧急,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。 我点点他的小脑袋,你笑了,我就当你原谅我了。 唐林泽,有苦说不出的沼泽归。 我回到唐林泽家,放出了枯骨女和那几个怨灵。 我猜想,这一切都是那个高人在搞鬼,王永瑜只是个棋子,而红石就是个幌子。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,但他确实想抓住你们。 我度你们投胎去吧。 这样,他就抓不到你们了,他们互相看了看,点了点头。 我念了一段超度咒,太上赤令超辱,孤魂鬼魅,一切四生沾恩超生,他方富贵贫贱,有辱自照赤,就等重疾及超生。 他们很快地化成几缕青烟离去。 唐林泽问,你不去抓那个高人吗? 我拿起算盘,一顿梯里啪啦,头也不抬地回答他,我坏了他的事,他总会来找我的。 急什么,唐林泽疑惑问我,你干嘛呢? 我刷的把算盘一收,一千八百八十八万,扫码还是支票。 唐林泽服额,好歹有共生死过,你眼里就只有钱吗? 我抬头,干我们这行,最忌讳的就是两件事,一是忘记收钱,而是爱上客人。 唐林泽愣了愣,随后爆出一串爽朗的哈哈哈哈哈哈,最后他问,那我能请你当保镖吗? 我乐了,可以啊,包吃包住,一碗一千,唐林泽脸刷得红了。 我在心里盘算,白天要上课,兼职只能晚上了。 他脸红什么,难道要少了? 别墅的篱笆外,站着一个黑衣人。 张月缺,有点一丝,声音从方向面巨下发出,有些诡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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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击散